下一個叫做鹽酸 鹽酸是氯化氫水溶液 要溶在水中 氯化氫水溶液的學名叫做氫氯酸 因為以前是由石鹽制造的 所以俗稱叫做鹽酸 所以當我跟你講鹽酸的時候 就一定溶於水 所以記得以前告訴過你嗎 硫酸叫純物質 硝酸叫純物質 鹽酸一定是混合物 因為鹽酸就是氯化氫水溶液 要溶液溶液 然後要溶在水中才會有酸鹼性 要溶在水中才會有酸鹼性 前段時間立委出一個笑話 他去問質詢官員 他說那個固體的PH值 噗啦噗啦講一大堆 官員回他說固體沒有PH值啊 PH值後面要交 就是表達它的酸性跟鹽性的程度的 固體沒有PH值啊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溶於水啊 不會有氫離子啊 拿來的固體的PH值就被人家嚇 就是那個立法委員腦袋長洞 所以這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純純的氯化氫有酸嗎 沒有 要溶於水才會有酸 這等一下後面會再講一次 OK 再跟你說一次 氯化氫水溶液 它應該是沒有顏色的 但是工業上面不是很純 因為含有鐵離子 鐵離子是紅色的 它沒有那麼濃 所以看起來就黃黃的 所以工業中的鹽酸因為有鐵離子 所以看起來黃黃的 看起來黃黃的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OK 它應該是沒顏色的 好 然後它有刺利心的錯位 然後呢會刺激眼睛跟皮膚 會傷害到你 所以要避免接觸 很遠接觸 這個知道 這個應該很正常 你就看一下就好了 那麼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它極易溶於水 你不用背它一公升可以溶解幾公升 但是你要知道它極易溶於水 所以可以做噴泉實驗 所以可以做噴泉實驗 OK 這是重點 那什麼叫噴泉實驗 這個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滴管 裡面放了我的 濾化精 對不起 放了水 放了水 上面那個瓶子裡面呢 就裝著濾化精 然後你就把水擠進去 然後濾化精就迅速的溶在水中 瓶子就空了 然後壓力就小了 所以外面的液壓就把水給擠上來了 就噴出來了 這叫噴泉實驗 噴泉實驗 誰可以做噴泉實驗 極易溶於水的東西可以做噴泉實驗 我現在教一個誰啊 綠化精 還有一個 未來會再出現一次 鞍 鞍也可以做噴泉實驗 綠化精跟鞍都可以做噴泉實驗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極易溶於水 那麼 綠化精 水龍應該是沒有顏色的 那為什麼這裡看起來紅紅的 那是因為加了指示劑的關係 加了指示劑 讓它看起來有顏色 所以就這樣子 水 水進去 溶掉 空掉了 大氣一壓 水就噴上來 噴泉實驗 噴泉實驗 OK 好所以 重點 綠化精極易溶於水 所以怎樣 所以可以做噴泉實驗 可以做噴泉實驗 重點 然後鹽酸開停之後會有個白煙 去年吧 這個學生一直要我開鹽酸 要看那個白煙 要看到白煙 那白煙怎麼白煙 就是綠化精溶於水 形成的煙霧 叫酸霧 酸霧 酸霧 OK 農流鹽酸打開會有個煙 這就是綠化精溶於水所形成的 所以它就是綠化精水溶液 就是鹽酸 叫酸霧 酸霧 酸霧 然後呢 講過了 活性大的金屬 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鹽酸是一個 很多狀態是很標準的那個酸的狀況 很標準的西酸的狀況 所以加西酸霧 就是以前讓你背過的 OK 然後呢 鹽酸跟胺可以互相檢驗 這是一個重點 以前跟國外跟國內都有特別強調 還有做一個擴散實驗 國外的書上也有這個實驗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現在把它拿掉了 鹽酸跟胺可以互相檢驗 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想要檢驗你是不是鹽酸我拿鞍水 我想要檢驗你是不是鞍水 我就拿鹽酸 為什麼它會發生反應 綠化氫跟胺反應會產生白色的綠化胺固體 會產生白色的綠化胺固體 OK 綠化氫加胺會產生白色的綠化胺固體 NH4Cl NH4Cl 綠化胺 那麼所以 如果我想要知道這一瓶是不是鹽酸怎麼辦 用撥放沾鞍水平口灰灰灰有白煙鹽酸 我想要知道這一瓶是不是鞍水怎麼辦 撥放沾鹽酸平口灰灰有白煙 喔 再來就是鞍 就是說互相檢驗 互相檢驗 所以拿鹽酸檢驗鞍 拿鞍檢驗鹽酸 白色綠化鞍 因為綠化胺本身是易容於水 本身是易容於水 本身是易容於水 就是一個以前很重要 現在課本沒有再去做那個擴散實驗 但是它的反應算是重要的 請你教得綠化氫胺 會作用會產生白色綠化胺固體 那麼有什麼用途 洗廁所跟金屬表面 所以我們上次做實驗的時候 要你前面放鹽酸 要你把人道長去喇喇 喇喇 清洗金屬表面 洗廁所 洗廁所 OK 然後製造PVC PVC 距離乙溪 你又會提到它 你又會簡單提到它 距離乙溪原料 這是它的用途 好 下一個叫做醋酸 醋酸叫學名叫乙酸 它是我們唯一學的弱酸 也就是解離度不大 不會百分百解 無色 有自衣性味道的液 有自衣性味道的液 醋酸 乙酸 為什麼叫乙酸 第三次斷烤的時候會膠 天然完了會膠 為什麼叫乙酸 天然完了會膠 你現在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冰醋酸 就是純純的醋酸 它很容易就會凝固了 所以像個固體 所以它叫做冰醋酸 當我是冰醋酸的時候 我有沒有酸性 沒有 因為我沒有溶於水 我沒有溶於水 我要溶於水 我才有酸性 所以冰醋酸是沒有酸性 冰醋酸是沒有酸性 剛剛你講過鹽酸 給你幾個月的例子 對不對 純純的液體濾化氫有酸性嗎 沒有 要溶於水 才叫做鹽酸 才有酸性 所以固態的熱狀是沒有 沒有 OK 吃的醋就含這樣 那種發酵 油味焦發酵 然後又有合成 不叫合成醋 你在市面上買到的 每一瓶 每一瓶醋都跟他講說 純穀物釀造 多發生釀造 他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 有可能就拿實驗室裡面買 一瓶醋醋 加水喇喇 就變成這樣子 這以前有人出過毛病 這以前有人出過毛病 因為傳說 聽人家講說 那個 那個泡醋可以治療香港腳 他就相信了 就去買 買了以後泡下去 講就爛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去買那個工業用的醋磚 然後所以太濃了 所以我 就下去就爛掉了 這樣就爛掉了 所以 不對 吃的醋就只有這麼濃而已 來來來來 欣賞一下 那這一天怎麼發酵 怎麼是以後再叫 好 然後我剛才講過了 醇酸沒有溶於水 是沒有解離 所以是沒有 醇酸 醇鹼也一樣 醇鹼也是一樣 所以 醇鹼也是這樣 比如說鞍 也會叫鞍 鞍呢可能是液態的鞍 液態的鞍 有鹼性嗎 沒有 要溶於水變成鞍水才有鹼性 那這個 剛才講過有沒有所謂的 純鹽酸 沒有啊 因為你只要叫鹽酸 叫鹽酸就叫做 綠化氫 水溶液嘛 所以跟你講說 鹽酸一定是混合物 不一樣是混合物 最後是跟各位介紹有關於 醋酸的部分 恰文骨狼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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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 請寫克狼練習